第十八届第六次定期会议中 县议员罗美龄对于县府的财政方面有所疑虑 希望县府财政处能紧速提出解决方案 要求你们看怎么来处理这个债务 你又不属于了 你都把大家都当做外行人 公债有规定的 你们只讲公债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债务很多很多 未来的一年 我的重点在财务 县议员家紫佑对于南投县到底还了多少债务 还有多少债务还没还 希望县府能尽速提出解决方案 别再误导县民 说实在 你说钱债还是还债 他们在他们听的里面 根本听不清楚 他们就是说 喔 三十四 喔 你就那么厉害 行到三十四 如果专业的人 听到有人会觉得 怎么可能 你是用什么钱 你有办法做 当然我们的财政处长也很认真 有很多 我们的地都有在做标售 有在做我们的那个 处餐的一个状况 有他的收入 但是也没有还那么多 这就希望我们是行贵的 我希望这个说法 管长 我们不要有移民政策 希望透过定期会议中 议员们所提出的质疑 希望县府单位能够紧速提出解决方案 来解决南投县财政的疑虑 记者陈建桃李永胜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简单位 semana 往上